好 同样是劝导呢 播话看你怎么讲 那么话讲好了呢 大家皆大欢喜 当然这个话没有讲好呢 大家听了就不舒服 像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很多家具店感到很困扰 客人躺在上面睡觉了 毕竟会造成你一些不便 但是呢 真的要去讲又会翻脸 怎么办呢 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有些业者他们的做法呢 是奉上一杯热茶 要你提提神 那么当然民众也就懂这个意思了 或者是呢 用技术性的难度 把床底床垫加得很高 让民众根本很难躺上去 先生 先生 其实你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吗 在运漫场经常会出现民众 长期试做的沙发上 甚至还会打瞌睡 但这个时候业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来 这边热水您喝 如果说有需要服务的地方 或不舒服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们哦 店员奉上一杯热茶 竟然让民众醒醒神 还能避免引起对方反感 不止如此 还有这一招呢 设计上呢 第一个我们还有加一个 就是平台 对木板天台去增高 这大概有说20公分的高度 床底用20公分的木板加高 床垫上还多放了一层15公分高 有弧度的泡棉 防范调皮孩童爬上床蹦蹦跳跳 造成摔伤意外 同时业者也在卖场路口旁 放置两张公园椅 民众想休息 坐这里就可以 可能逛累了 然后是那个想要找个地方休息的时候 那我们就引导顾客 然后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来做休息 坐一下 我们是坐一下的 那我们还是要坚持服务的本事 然后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商品的特色值 面对这种摆明就是要休息的客人 这一间卖场店员也有特别的撇包 第一招厚着脸皮不断的介绍商品 第二招就是运用三寸捕烂之舌 把客人引导到别组沙发实作 下有些卖场业者也会在沙发上放置抱枕 让他的位置变小 避免民众长期视作 家居卖场业者以客为尊 碰到长时间占用 甚至当成自己家的消费者 采取柔性劝导 让客人自觉 以免双方都尴尬 追选基建宏远方高雄报导